作为英国官方一级文物保护建筑的马克思墓碑 被人用盾气砸坏 盲目恶意损坏 据BBC报道 伦敦北部海格特公墓的发言人表示 管理人员2月4日发现马克思墓碑被人破坏 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去信就是最近几天内 然而没有找到事件目击者站出来作证 海格特公墓信托之友首席执行官伊恩邓加维尔说 这是一种盲目无理智的恶意破坏行为 而不是政治评论 他还说 我真的很难过 有人用这样不明不白的方式做出这种行为 你即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也应该明白这是一座重要的纪念碑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 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 历史学者 记者卡尔马克思被公认为革命社会主义者 他的社会 经济与政治理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 在全球受到赞誉和批评 他被全球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者 视为精神领袖 在中国官方语境里 马克思有着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用官方的话说就是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姓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姓马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老祖宗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老祖宗 2018年5月4日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 习近平在中国推动了一场 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 他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万言讲话 强调这位共产主义开山鼻祖的学说 仍然完全适用中国国情 中共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 习近平说 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 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 马克思的一生是不为艰难险阻 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 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 建立新世界而不惜奋斗的一生 之后 中国国内宣传机器大造声势 让沉寂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子灰复燃 包括政治局集体重温 共产党宣言 北京高调举行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等等 马克思强势回归 传递了许多令人不安的信号 很多人因此质疑 中共是否要重返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的道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高调纪念马克思 首先还是为了强化习近平个人的权利和地位 不过现在高举马克思也的确有许多顾虑 因为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资本家 而且马克思曾讲 没有出版自由以及其他一切自由就都是泡影 他还说过 缺乏新闻自由是对人类的致命打击 自在前置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今天 更具讽刺意义 马克思因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19世纪时被欧洲多国政府视为威胁 驱逐出境 1849年 马克思移居英国度过余生30多年 期间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等对20世纪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1883年 马克思在伦敦去世后 安葬在海格特公墓 该墓地为马克思的挚友格恩斯购买 墓旁巨大的头像纪念碑 是由信奉社会主义的英国雕塑家布拉德肖雕刻 1956年 英国的社会主义者 将马克思及其夫人的墓 重新下葬在海格特公墓 距离原来位置约50米的一个更显著的地方 并在新立体的墓碑下刻下他的名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以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 当时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社会争议 因为当时正值东西方冷战高峰时期 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前 其墓碑重新得到装修 目前这一雕塑归马克思墓信托会所有 邓加维尔表示 公布将与信托基金一起工作 帮助修复墓碑 这已经不是纪念碑第一次受损了 上世纪70年代 有人用一枚制制管状炸弹 炸毁了墓碑顶部马克思头像的一部分 还有人在墓碑上涂过纳粹标记 有人曾用油漆喷涂破坏 伦敦警方表示 在经过初步调查后 没有更多线索 除非以后掌握到进一步的信息 他们决定暂时结案 在过去百年来 全球各地的许多人到马克思墓参观过 近年来还包括许多中国旅游者 在海格特公布的官网上写道 在这个墓园东区长眠的 最著名的人士是卡尔·马克思 他的墓碑吸引着全世界的同志与其他人